我們說現在電動車行為未來出色 今年這個全國大專業號 宽布這輪車大賽 欠到各個好好的情形來參賽 以往說大家大家好 有了真好表現 今年幾海海派出了兩支隊伍 再跟路車手來參賽 跌到三項大眾 這輪車的車隊就像回到這航空 再一次來進行操作和練習 這次中間兩支隊伍參賽 可是在勞輸的日子就只看起來 有模有樣 已經勝出之後 看補這輪車的最成功 這次已經跟路車手出進步 這點也不會輸後難選手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不一樣 就是開車技術上的問題 多練習就可以開得跟搭檔 你們這台車造型還蠻特別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跟以往的車子的不同處好不好 因為我們資金上面有限 所以我們就是全部都用鋁板去拼裝 車身重量有比較輕嗎 因為這樣子的話要比較多螺絲 所以車子會比較重一點 因為本身對車子就比較有興趣 然後對組裝也蠻有興趣的 就覺得可以試試看 兩種不一樣的作品 其中一支這車隊得到第三名的好勝者 另外也得到最佳創意設計獎 也有電動車動態競賽第三名 真的是相當難得 而身經過很多次的練習 甚至也要到這外地來訓練 才能得到第三名的好勝者 表現得非常的好 我們獲得了最佳創意獎 還有動態比賽的第三名 還有一個是最佳的設計獎 這個同學說這個環保車的這個車隊 是非常辛苦的 在準備這個比賽前的幾個禮拜 都是空宵毫夜來準備這個車子的製作 那比賽前也會到張濱工業區的 玻璃博物館那邊借場地 小小的這輪車來面其實並沒冷氣 在在大一口會面冷氣 也有測試最多辛苦 車手必須要真實這個本 如車手過言語 這身材真實也真散 大好是車手的好精算 不然是洗了真清修 這配車的技術也是一定的 中西新聞 科士文 台川報得